然后后面的原材好漂亮哦 现在怎么这么脏啊 这个水还臭 会被污染成这个样子呢 动力就是求生 哪里还能有能走的地方吗 今天呢没有冲浪课 然后风筝冲浪也没有越小 因为这个风不够大 所以我们今天去批花铁 这是我们今天旅行的路线 我们现在在这个海上滑干呀 看小船儿推开波浪 这儿滑一个123 这上面是有人住的吗 感觉还有厨房 还有一个鞦韆 我们马上就要到岸了 到那边去 要看喽 现在刚刚降落到这个 不是降落 滑到这个小岛上 后面的原材好漂亮 我们刚刚经过的小屋 这是我们滑的皮花亭 然后呢我们到这个树林里头 来这个树林主要是为了看一种 只有马提尼克在这个岛上 好像才会有的一种小蜥蜴之类的东西 可是这里真的好多小虫子 这边这个树长得好漂亮 哈哈哈 又被一棵树挡住了 现在怎么这么脏啊 这个水还臭 在一个这么偏僻的小岛 只能通过滑皮滑艇 或者是开船上来的小岛 怎么会被污染成这个样子呢 也就是说之前可能这个岛被开发的太厉害了 这个地方实在是很臭 就像是 对 就像是臭水沟的那种臭 好像是baby吧 这个小的 它又要上去了 它跑挺快的 一个造型很奇怪的树 好像被烧过一样 这边还有一棵 很大很大的参天大树 这就是我对树木的所有的词汇量啊 这边就是各种 横着树着的树 比如说要这样过 还挺开心的一上岛就看到了那个小蜥蜴 岛上的特有的动物 我们刚刚看到的好像不是这个东西 这个动物 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岛上发现它的话 我们最好就是拍一个照片 然后再加上日期 然后再加上GPS的定位 发给它们 走了我们去探险了 我们要去找一下这个蜥蜴 冻了 这是刚刚想到那个动物 尾巴好长哦 看到这个水就由绿变青 然后再变蓝 看到了吗 前面不远处都是惊涛海浪咯 我们划着小小的平滑艇 不可以去那边那么大的浪 累了 不可以去想摆蜂 我不想到 好累哦 飘走了 那我滑一滑 下雨了 我们要赶紧滑回去 我们终于在大雨中到岸边了 我的腿 身上已经全部全部都淋湿了 这个雨真的很大 快来见我们呀 好吧 这个帽子完全湿了被雨淋灯 好 那你走了 等一下我们穿的衣服 全都是透的 先回家换个衣服 洗个澡 然后再出来吃饭 好累好累 我这几次都会遇到她的前面了 大家今天在那个雨里的海上滑了那个平滑艇以后呢 我们现在回家就是稍微洗了一下休息了一下 现在是下午2点20出来吃中饭 这个中饭呢 因为就2点3点多就真的没有什么餐厅开门了 加上我实在是对这边这个加勒比的这个菜 感觉非常一般 我不是很喜欢吃 所以今天中午呢 我们就要去吃一个 全世界同一口味的 那名字叫做麦当劳 麦当劳果然有空调 太棒了 今天晚上的天空好美哦 我们大概 我大概睡了有个十分钟吧 然后打算起来看看夕阳 因为真的很漂亮 根据地图显示 我们要跟着顺着这一条小路下去 应该就会到海洋啊 乡村的生活 好乡村的生活 好乡村的生活哦 稍瞎 那么一些公共龜 March 我突然都被逼在哪里 哇 啊 我怕你死了